第六百二十七集 郭家已经闹翻了天 郭剑当着郭问天的面向那个小妾表达了浓浓爱意 气得郭问天直接就晕了过去 就是那小妾也吓得花容失色 天开朗下的情谷是可以传递的 郭剑中了谷后 通过二人欢好 传递给了小妾于世于双双 于是 那于世也就受情谷影响 也对郭剑一往情深 他之所以花容失色 那完全是被郭问天晕倒给吓的 因为郭家人见顶梁柱晕倒都急了 要把他给打死 郭剑拼死护着于世 谁也不让靠近 甚至还冲着他爹娘大喊道 不许再给我安排亲事 我谁家的闺女都不要 什么冷若男 冷若北的 统统不要 我只要她 我这辈子只娶她一个人 如此深情 那于是也忍不住开始表白 他跪到地上 不停地给郭家人磕头 一边磕一边说 求求你们 成全我和少爷吧 我跟少爷 我们俩是真心的呀 求你们成全我们吧 郭问天这会儿 刚被掐人中掐醒 一听这话又晕了过去 不但郭问天晕了 二老爷和二夫人 也跟着晕了 郭剑一边喊着爹娘 一边又去求他的大伯和三叔 气得郭家一家子都 处在要晕倒的边缘 郭剑跟于是很无奈 很痛苦 很害怕 也很倔强 他们都拒不认错 一心想为真爱买单 见苦苦哀求不成 郭剑开始说起 郭问天的不是来 祖父都八十了 双双才十八 搁在咱们家 是孙子辈的 这要是搁在别人家里 这都是重孙子辈的了 祖父怎么可以 对双双下手 这话传出去 简直是被别人笑话死 你们都聋吗 你们都听不见 外头的人怎么说我们家吗 他们说 郭老将军老牛吃嫩草 说郭老将军越老越不正经 甚至还说 郭老将军 平日里对自己的儿媳妇们 都不怀好意 这样的话你们都没听见吗 为何还要纵容祖父如此这般 一番话 说得郭家人差点没背过气去 他爹郭文佑已经醒了 但听了儿子这话 他决定不睁眼 继续装晕 大夫人张氏气得直拍桌子 混账东西 数字生的孩子果然混账 郭剑的父亲郭文佑 是郭问天的数字 一向不得老大郭文宇一家的待见 无论是嫡子郭文宇 还是他的夫人张氏 都认为郭文佑一家 会同他们抢家产争地位 所以对郭文佑一家 很是不友好 眼下老二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说实话 张氏的心里是有些窃喜的 于是他指着郭剑和于双双说 老太爷的事 还轮不到别人来管 所以我们谈不上纵不纵容 再者 他既为妾 那就不是正事 一个妾室年轻一些又有何妨 谁规定地说 因为自己年老了 就不可以那年轻的妾室进门 东秦可没这律法 反倒是孙子占了祖父的女人 是要被世人所唾弃的 是毫无廉耻 不念伦理 该打 该杀 郭剑让张氏说得一愣一愣的 特别是最后一句该杀 更是说得他一哆嗦 但是再害怕 在情谷的作用下 他的手依然还是紧紧地揽着于双双的肩 完全没想过要放开 此刻他心里想的就是 死也要把双双睁到手 他爱于双双 张氏狠狠地哼了一声 看了一眼老二家两口子 不再说话 那于双双听得张氏这样说 心里也是害怕 于是竟跟着控诉 大夫人 我才十八岁 话一样的年纪 却被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强强入腹 我心里有多哭 你知道吗 国家家大业大 全是滔天 我想拒绝都不敢 想跑也跑不出去 只能硬着头皮成了他的气 这其中的苦谁能理解 你们要是想不出这是个什么滋味 你们也找个八十岁的老头子试试 他一伸手指向了厅里站着的几个女人 你们这些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拼命给我扣罪名 可是当初我被强强入腹的时候 你们谁又可怜过我 谁又替我说过半句话 我呸 二老爷郭文佑的一房小妾站了出来 指着于双双破口大骂 你这个恬不知耻的小贱人 说什么被强强入腹 你当初入腹的时候 咱们可看得真真切切 那时乐得嘴都快咧到耳根子了 你是什么厨身 不过一切贱民 能入将军府是你的造化 连你的那对天娘都跟着沾光 逢人便夸女儿有出息 入了将军府 还说咱们这些人都是你的晚辈 将来你给老太爷生下的儿子 是要继承家产的 就你这样 还叫被强强入腹 你骗鬼呢 这小妾恨于氏是恨到了骨子里的 打从于氏入了府两人就不对付 后来他怀了孕 二老爷的正式夫人乔氏都对他照顾有加 却没想到最后腹中胎儿 却是死在了于双双的手里 他气愤难平找郭文佑替自己做主 可惜郭文天对于双双正当圣宠 哪里听得进去这些 还吃了他们一个诬陷的罪名 把二房一家好顿讯 他一直想给自己的孩儿报仇 却苦于没有机会 眼下机会来了 哪里肯放过这于氏 于是这小妾嘴一张 噼里啪啦把个于双双 从头到尾给损了一通 最后更是指着郭剑想一起骂 可是话到了嘴边 突然又想起来 郭剑是自家老爷的儿子 到了嘴边的话就又咽了回去 于双双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想反驳 可偏偏人家说的又是事实 全府上下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 他还能怎么办 他心里也郁闷 怎么好好的以奶奶不当 非得跟个数字所处的孙子 被搅在了一起 他是哪根筋搭错了不成 这郭剑有什么好的 要身份没身份 要长相没长相 要本事也没本事 可就是 他偏头看了一眼 一直护着自己的这个男人 心里又是一声叹息 可就是让他舍不下 让他会心疼 特别是郭剑一直护着他的这种感觉 是郭问天给不了的 当然 还有郭剑的年轻 更是郭问天给不了的 同郭剑在一起那才叫女人 同郭问天在一起 他就是个玩物 没有丝毫尊严 于双双意识到自己在迅速地沦陷 意识到自己深深地爱上了郭剑 可是眼前这局面该怎么办呢 郭问天能成全他跟郭剑吗 郭家二老爷能认他这个儿媳妇吗 二夫人乔事装不下去了 倒吸了一口气醒了过来 醒了之后就狠狠瞪向于双双 哆哆嗦嗦地倒 我们要叫你姨娘 郭剑要叫你姨奶奶 你是他奶奶辈的人啊 你怎么能忍心对他下手 小贱人 我今日非打死你不可 乔事说着说着突然就急了眼 从地上跳起来冲着于双双就扑了过去 郭剑眼瞅着他亲娘就要打他的女人 赶紧就把于双双搂在了怀里 偏偏乔事恼羞之下 还拔了头上的一根发簪 打定主意要扎死这于双双 没想到他儿子护于双双护得紧 整个人把于双双都给搂在怀里了 以至于乔事这一簪子 没伤着该伤的人 倒是把个郭剑给扎得一身是血 整根簪子都没入了郭剑的肩膀 郭剑疼得嗷嗷大叫 乔事也吓傻了 张大了嘴巴一声声喊着 剑儿剑儿 却换来郭剑用另一只 没受伤的手 把他狠狠一推 乔事光狼一声撞到椅子上 再看郭剑这头 那鱼双双也反应过来 郭剑受了伤 哭得是肝肠寸断 那样子比死了亲爹还要难过 郭家人都懵了 不管女人还是男人都懵了 他们虽然都已经生儿育女 可是他们的婚姻 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夫妻二人基本都是相敬如宾 就算是小妾 那也没宠到可以用自己的身体 去挡刀子的地步 这郭剑喜欢鱼双双是喜欢到命里去了 为了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而鱼双双抱着郭剑哭的场面 似乎也让他们看到了爱情的样子 这就是真爱吗 郭家人懵懂得看着眼前这一切 一个个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更不知道该怎么劝 郭文天那头还晕着呢 他们也不敢把鱼双双就这么给处置了 别说郭文天舍不舍得处置了爱情 就算舍得 那这口气也得人家自己来处 他们这会儿要是月祖带袍 怕是老爷子醒了之后 一口气上不来还得再晕 不能处置 也不能就这么搁着 那可该怎么办呢 郭文又也装不下去了 睁开眼醒了过来 当时就大声喝道 请大夫 快去请大夫呀 人们这才反应过来 对 不管怎么说 先请大夫保命才是要紧事 好在府里有可请大夫 很快就一起到了两个 正好一个抢救郭文天 一个治疗郭剑 于双双跪在大夫身边 一个劲的磕头 口中不停地念叨着 求求您救救他 求求您一定救救他 我给您磕头了 砰砰砰 额头一点不含糊地磕在地上 不一会儿就出了血 郭家人气得都火上了房 郭文又一个巴掌就呼了过去 把个鱼双双给扇出老远 贱人 你是老爷子的妾 这种时候要求大夫 也是去求治老爷子的大夫 你跪在我儿子的大夫身边 是要干什么呀 你还嫌郭家的脸丢得不够是吗 郭文又这头正骂着 有个下人匆匆跑进前厅 在大老爷郭文宇耳边悄悄说了一句 老爷 白家大少爷来了 郭文又一听这话脑袋都大了 白家大少爷 那不就是白浩尘吗 他来干什么 下人紧跟着又补了句 白家大少爷不是自己来的 还带了个女子 说是他未来的夫人 带过来 带过来给老太爷瞧瞧 也是求老太爷为他们的婚事做主 这下人说完 往郭文天的处瞅了一眼 心下就摇了头 老太爷自顾不暇 哪还管得了白家的事 果然 郭文宇大手一挥 让他回去 就说老太爷有军务要忙 没空见他 下人点点头 转身就跑了出去 将军府门外 白浩尘带着梅果 倚着马车站着 他正低头安慰梅果 放心 太外公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 母亲最听太外公的话 只要太外公答应 他就不敢不让我娶你进门 梅果翻了他一眼 轻哼一声 得了吧白浩尘 什么太外公 人家连府门都不让你进 还会为你做主 我是不知道二夫人到郭家 来是个什么待遇 但就冲着郭家 对你的这个态度 我估摸着他们对二夫人 也好不到哪去 亏得二夫人还总 心心念念地想着郭家 还动不动就往郭家 送银子 十来年下来 当祖宗式的供账 结果人家根本没 把他当回事 白浩尘连连摆手 不是这样的 绝对不是这样的 梅果 你想多了 郭家对我们真的很好 我娘虽然一直往郭家送银子 但是那些都不是白送的 没有郭家的支持 我们娘仨怎么可能在国公府 站得住脚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继父 他看中的永远都是利益 亲情于他来说狗屁都不是 所以咱们以后也得找靠山 而郭家就是个现成的靠山 梅果对此嗤之一鼻 还靠山呢 上自己外太公家 还要下人去通船才可以进 就这样的 怎么可能成为靠山 怕不是那种一靠就倒的山吧 不会不会 往事里都是不需要通船的 今日是个例外 哦 梅果来了兴致 那你说是什么例外能导致这种结果 该不会是郭家出了什么事吧 你猜郭家会出什么事 会不会是见不得人的那种 别胡说 白浩尘吓得赶紧捂住了梅果的嘴 你要说什么回家去说 回到咱们屋里随你怎么说 但是这是郭府门口 一个不小心被人听见了 可就完蛋了 完蛋 梅果听得直笑 完什么蛋 郭家能因为一句话就杀了我 刚才你还跟他们说 我是你未来的夫人 他们要是连你未来的夫人都敢杀 那二夫人这些年还真是养了一群白眼狼啊 他伸出手 在袖子里狠狠地凝了白浩尘一把 我之所以要到郭府来 就是想见识一下将军府是有多气派 可没想过要那郭问天成全咱们的婚事 白浩尘 我可没说要嫁给你 你不嫁给我 白浩尘被宁的一脑蚊子喊 梅果 你怎么可以不嫁给我 咱们不是都说好了的 我明媒正取 迎你入府 做大少奶奶 梅果偏头看她 明媒正取 怎么个明媒正取法 白浩尘 婚姻大事讲究的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而我只是白家的奴才 你这个明媒到哪去明 证据又要从哪里去 大家好 在下讲故事的明邻 播出时间尚短 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感谢各位听友的支持喜欢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交流 爱你们哦 明媒 未经许的请问 明媒 请问